大家好,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旗艦莫斯科號 上月14日被烏克蘭擊沉 外媒指,烏克蘭事前得到美國的情報 先令事次襲擊行動取得成功 但美國國防部消息人士強調 僅向烏方提供俄方軍艦的位置情報 沒有參與烏方的決定或行動 美國媒體爆料 說美國情報幫助烏克蘭擊沉莫斯科號 但美國官員急急出來否認 一起看看巴士的部總編 李棠怎麼看?李棠你好 你好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News 援引兩名美國官員的消息 宣稱美國通過分享情報幫助烏克蘭軍隊 在4月13日重創俄羅斯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 後來莫斯科號在返回俄羅斯港口球中沉沒 不過美國五國大樓新聞秘書 約翰歐比很快就出來澄清 說美國並沒有向烏克蘭提供 莫斯科號的具體位置 也沒有參與他們襲擊決策和行動 烏克蘭人是靠自己的情報的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最早透露美國分享情報的消息 報道說兩名美國官員說 當時烏克蘭軍隊向美國求助 查詢一艘在奧德薩爾南的黑海海域航行的船隻 美國方面隨後幫助烏克蘭確認了它的位置 並發現它是莫斯科號 之後烏克蘭人用反艦導彈瞄準這艘船 透露消息的官員還說 美國在幫忙之前 並不知道烏克蘭方面是在尋找莫斯科號 也沒有參與他們攻擊莫斯科號的決策 美軍和烏克蘭共用的海上情報 是用來幫助他們抵禦俄羅斯南船的攻擊 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 News 報導 在同日的較後時間 美國五個大樓的新聞秘書 約翰歐比發布聲明這件事作出澄清 歐比發布聲明中說 他們沒有向烏克蘭提供莫斯科號的具體位置的資訊 也沒有參與烏克蘭人襲擊這艘船的決定和行動 他說他們事先並不知道烏克蘭瞄準這艘船的意圖 烏克蘭人有自己的情報能力來跟蹤和瞄準俄羅斯海軍的艦船 就像他們在這次事件中所做的一樣 此外,歐比還說 美軍確實提供了一系列的情報 他們是用來幫助烏克蘭人了解俄羅斯船隻在黑海構成的威脅 並且幫助他們防禦潛在來自海面的攻擊 另一方面,根據美國紐約時報 5月4日報道,並一些不願透露聲明的美國官員說 即時情報共用是拜登政府對烏克蘭援助的一部分 這些情報包括了俄軍的位置、裝備調動和其他細節 據他們說,美國的情報支持了對俄烏衝突局面產生了決定性作用 說明了烏軍確定打擊目標 此前烏克蘭軍方聲稱 他們已經擊殺了12名俄羅斯將軍 美國官員拒絕透露有多少俄方將軍的死亡和美方提供的情報有關 但他們承認兩者之間確實有關鍵的關鍵 對此,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回應說 美方向烏克蘭提供戰場情報 並非意圖殺死俄羅斯將領 值得關注的是這兩則新聞都是通過放出匿名的消息人士 而放出消息的都是美國的主流媒體和大報 如果這些報道是屬實的話,其實美國等同與俄羅斯直接開戰 但稍後又有美國官員出來否認或作出一定的澄清 只不過美國又不想與俄羅斯直接開戰 看來拜登政府內部可能對於這場的俄烏衝突也有不同的看法 好,麻煩你同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表示 他沒有預期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拖這麼久 又批評烏克蘭向俄羅斯挑釁 並宣稱他會竭盡所能阻止戰爭 盧卡申科稱,絕不能接受任何的戰爭 並質疑為何烏克蘭和對對談不敢興趣 他又強調不清楚俄羅斯有沒有用核武的計劃 但指不能接受使用核武,因為兩個國家相連 對於白俄羅斯軍方之前突然宣佈軍演 引發烏克蘭的疑慮 盧卡申科指,這一行演習不是要威脅任何人 他又指,發動某種衝突或戰爭 絕對不符合白俄的國家利益 因此呼籲西方可以放心 日本首相表示,下月起將放寬防疫邊境管制 鬆綁程度將參照歐美 但強調會根據專家的建議分階段實施 相關言論意味有望開放觀光下入境 據報,當局將根據日本五日長假 結束後的疫情狀況 判定是否解除以旅遊為目的的入境限制 另外有日媒報道 日本政府正研究最快本月起 嘗試放寬小型旅行團入境 外國遊客必須接種三針疫苗才可參加 並要按指定的行程游覽 日本目前平均每日入境的人數上限是一萬人 但不開放觀光下入境 按田文童指,日本鬆綁邊境管制 才可以和全球的人員、貨物和資金自由往來 行政長官選舉在8日舉行 唯一候選人李家超今天在灣仔會戰中心 舉行造勢大會 邀請所有的選委、競選辦顧問團 和主席團成員以及地區人士等過千人出席 李家超在會上指,過去四十幾年 跟著香港發展的進程 有著不同的經歷,影響他的人生 他指自己小時候被同黨打劫 胸口捱了好幾下 第一次感受到腦不敢言的感覺 所以立志長大後要做警察 保護弱勢的社群 要給大家一個安定、穩固的香港 李家超又重申政綱的四大方向 指今年是一國兩制實展的歷史時刻 回顧過去,香港獲得很多寶貴經驗需要借鑑 如果當選會守住法治的社會 創造穩定的環境 令香港可以大步向前 他又提到智慧在民間 會凝聚社會力量共同解決問題 香港要把握機遇不等得 還有要固定地位 爭取發展的最大利益 又說如果成功當選 將會和市民一起 同為香港開新篇 無線新聞的流動應用程式 在3號凌晨零時起 在20分鐘內 接連發出23個內容異常的推送信息 警方同日下午抵達無線電視廣播成的辦公室手證 經初步調查後 拘捕一名27歲的男員工 涉嫌與不成意圖 而取用電腦的案件有關 事件交由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接手 警方倒破一個賣人集團 拘捕四男一女 年紀介乎27至42歲 其中包括兩名集團的主腦 他們同為Telegram頻道的控制人和操控人 另外三名男子 警方相信他們分別為協助主腦安排嫖客 負責預訂酒店房 及辦入住手續供賣人之用 收取犯罪的得益 警方在行動中檢獲安全套及制服等賣人用品 警方又指賣人集團運作一至兩年 每月獲利超過30萬 其中一名主腦懷疑用涉款買入一輛名牌的跑車 車已被充公調查 據悉其中一人是沙田文政事務的公務員 警方未有證據顯示他參與賣人集團的運作 大批示威者在2019年6月12日 包圍立法會阻止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二度 警長截查24歲電梯寄工時 被對方用雙手推空口一下 電梯寄工被裁定襲警罪成 判監一個月被告不服上訴定罪 法官認為本案的關鍵在於被告有沒有 如制服警員所言在截查時推其空口一下 有意施襲 法官認為辯方提供的片段未能捕捉到案發的經過 原審裁判官有權作出其結論 法官亦不認同上訴方指上訴人 不可能在10秒內做出警員聲稱的連串動作 又認為原審裁判官在截脫兩名警員在時間上的分歧 作出其考慮分析沒有不妥之處 故駁回上訴 今天的每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